2月6日,土耳其中部和叙利亚西北部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超过2318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公寓大楼坍塌,已经被多年战争摧毁的叙利亚城市遭受更多破坏。 这场里市7.8级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冬日清晨,是本世纪土耳其遭遇的最严重地震。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也有震感,下午早些时候又发生了7.5级余震。 目前还不清楚第二次地震造成多大损失,该地区各地都有震感,救援人员正在恶劣的天气中,艰难地从废墟中救出伤亡人员。 根据土耳其灾难和应急管理局的数据,土耳其的总死亡人数为1498人。 该国总统埃尔多安早些时候表示,共有2818栋建筑坍塌。 埃尔多安称,随着搜救工作的继续,他无法预测死亡人数会上升多少。 而在经历超过11年内战的叙利亚,已有超过820人死亡。 在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西北部,救援人员称有390人死亡。 除了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痛苦之外,这是土耳其80多年发生的最强烈地震, 可能会给这个已经在努力应对毁灭性人道主义危机和叙利亚内战余波的地区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困难。 埃尔多安表示,已有45个国家表示愿意帮助搜救工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在推特上表示, 美国深切关注地震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